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来之后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开低 一度还想要拉升上来 一度向下小跌12点 快要回到平盘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在又出现一波的下沙 盘中最低目前已经跌到10519 跌了98点的幅度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怎么台北股市现在新格会上任 不但没有所谓的庆祝行情 反而还反手下沙 那这个部分 其实县荣老师不需要做事后的一个诸葛 跟你来找理由 因为如果各位投资朋友 有到我的Facebook 来看我的台股盘后报告 或者是你是我的会员 县荣老师在帮你 带着你来做这个操作建议的 你这个行情都会发现 县荣老师都已经跟大家做过提醒 做过这个规划 做过这个叮咛 这是在9月4号前天 这是在9月5号昨天 连续两天 大盘指数这地方攻到10619高点 大家都说 这地方北韩第6度施暴清淡 不用怕 那我说的是什么 前天我特别叮咛 你要注意的是 当指数攻上来 过了10619.4 过了新高之后 5日均量却跌破了10日均量 量的趋势稍微在转弱 再加上百战指标 高档开始下弯 但是没有背离讯号出来 所以我说接下来 震荡向上格局不变 但是我说震荡向上格局 常常就是看似多头的时候 准备拉回杀短多了 所以我说接下来 大盘如果不能够补量 短线就会先拉回来 先杀一次短多的可能性 会非常大 这是9月4日就提醒 昨天9月5日 昨天指数涨47点上去 对不对 我还是一样的看法 我说这地方 特别要注意抽码面 融资这波从10225涨上来 已经增加了104亿 而昨天外资已经连续2天 呈现卖超 再加上指标 日线百战指标 目前是高档震荡 在警戒区了 60分线MACD油红翻黑了 所以我还是提醒 短线都很容易出现个拉回整理 再杀杀短多了 所以今天大盘指数 开低下杀跌98点 我需要找理由吗 不需要 再度证明两件事 第一个大盘指数 真的现荣老师 能够运用技术分析 帮投资朋友预先掌握好 做好规划 大盘指数又按照现荣老师的技术分析 再走下去了 对不对 第二件事更证明更重要的 现荣老师不是像很多 这个头顾老师一样 总是在指数大涨的时候 还叫会员朋友 这地方抠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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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拼命在电视上说 看买了什么股票就可以涨停 叫你赶快来买 然后等到大盘一杀下去 才又在低档乱砍一通 现荣老师不是这种头顾老师 现荣老师是真的能够去帮助会员朋友 掌握好大盘未来的行情的卖动 预先做好规划 然后做出正确的决定出来 像昨天我们就没有建立会员朋友 买任何股票 前天也没有 对不对 昨天唯一给会员朋友的一通讯息 是什么 这里写得很清楚 我说台股已经逼近10619前波高点之后 量的趋势稍微在转弱 短线有可能会先做拉回 所以波段还没有反转 那我说这里就不要急得去追高 操作怎样要有耐心 我常常提醒 等待也是股市操作很重要一个部分 那这里有耐心等待 也等待什么 我们正在检视最新的8月营收 又有谁业绩启动成长动能 而且有大户进入或转强讯号出现 有符合我们选股SOP的股票出来 我们会为投资朋友锁定新黑码 大家不要自己急着去乱追 敬请期待就好 所以你真的可以很清楚看到 县荣老师不是那种天天带会员朋友 买股票买股票买股票 今天买三档 明天再买三档 后天再买三档 一个月买个几十档的投股老师 县荣老师是真的会帮投资朋友 去考量好 第一个大盘到高档 先踩踩刹车 压回来再准备找买点 县荣老师是真的会带着会员朋友 看准的目标才来做出手 这个地方你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那如果说你需要这样的一个 专业操盘团队来帮助你 就跟大家讲 县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 好 那接下来行情 当然大盘指数今天拉回 目前跌了八十几点 最多跌九十八点之后 下一步又会怎么走 如果真的关心指数的投资朋友 我都欢迎大家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按个赞就可以加入追踪了 或者是有智慧手机 有在用LINE通讯软体的 也可以将县荣老师加入到你的官方 县荣老师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之中 县荣老师的官方帐号是 小老鼠YOUR BEST TEAM Your best team 加入之后每天收完盘 盛荣老师都会针对大盘最新的价量结构 最新的筹码留下 给大家做一个大盘的 抬股的一个盘后报告 会针对大盘做比较详尽的追踪 那在盘中我还是提醒指数接下来 虽然能够继续站稳在万点大观之上 但是操作还是提醒大家 你不要靠着指数未来会不会涨就好 而是要去主动的做好我所说的 掌握结构太弱折强的动作 那这八个字讲起来简单 可是我发现到 其实在股市之中很多投资朋友 到最后在股市里头还是赔了钱 为什么其实就是这八个字 不但没有做到 而且是刚好完全相反 什么叫做完全相反 我们说要太弱折强 很多人是刚好相反 强势股有赚一点钱了 对不对 然后赶快就赶这个地方获利了结 怕说这地方不卖又突出去 所以强势股好股票曾经赚过 但是都只是赚了一点点 就赶快放进来了 然后弱势股赔钱的股票套牢的股票 舍不得出就摆在那边 想说不卖就不算赔嘛 这地方很多人是有这种错误的迷思 到最后的结果赚的钱的股票 赚个几千块赶快放进口袋 赔钱的股票赔了几万赔了几十万 就继续放着放着越赔越多 而且到最后你会发现这样 你满手的股票一档一档一档 全部都套牢在那里 对不对 那这样做股票怎么可能赚得到钱呢 所以我说很 这个八个字讲起来简单 很多人是做起来刚好相反 那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找到正确的方法的话 那我真的会建议你 真的需要现隆老师来帮助你 帮助你跟着我们的一个指令 一步一脚印的做好太弱则强的动作 那什么叫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再强调一次 当然我不是叫你说 哎呀这个股票全部砍掉 去追那个涨翻天的一个股票 就叫做太弱则强 那我说说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关键还是在这两个字叫做结构 我把股票的结构分成四种 第一个潜龙勿用 第二个见龙在天 第三个飞龙在天上去了 第四个抗龙有毁 那这四种这个结构之中 特别叮咛 当股票如果是潜龙勿用 所谓潜龙勿用是是 仍然潜伏在地底未见天日 它的产业趋势持续衰退 股价处于弱势阶段 业绩也还在持续下滑 就不要去贸然的摸底 相对弱势的股票 你以为是底部吗 我会提醒这其实很多 未来这个反弹补涨过后 可能都还会继续再跌 你都应该趁着这个反弹补涨 来太弱则强 那抗龙有毁的股票趋势过犹不及 气力将近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去小心 股价都已经到头部 看似人强 实境摸路 很多头顾老师还在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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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你更要小心当事如何下台 以免到最后悔不当初 那真正要把握的 还是我所说的 见龙在田的股票 当趋势正出路头角 准备大展身手 产业处在萌芽期 准备进入成长期 业绩刚刚开始启动成长动囊 而股价在低档开始转强 有大户在进货了 正是应该把握上车的机会 大波段操作 就会有可观获利可期 等到股价飞龙在天上去 趋势如日溶天气势如虹 产业也在加速成长 业绩也在大幅上扬 股价最强势的阶段 你会发现强势股 已经提前做好布局了 这时候就牢牢地抱住 你不要想说赚个一点 就赶快跑 真正会做股票的高手就是这样 买在低档 见龙在田时 抱好飞龙在天的股票 等到抗龙有回讯号出现 再来获利入贷 这样才能够一档接一档的 赚到大波段的利润 所以你会看到 就像我们这波 持续锁定电动车 我不是说最近看到 美其马股价大涨 创新高喷上去了 今天美其马 你看指数还在跌 它又继续冲上去 最高已经来到143 又差一块钱要涨停 又继续创新高 我不是现在在跟你讲 看好电动车 我是在7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Tesla的股价 还记得一度暴跌 为什么暴跌 因为Volvo说 要切入到电动车 对不对 大家担心Tesla会受到排挤 那外资很多也在 调降Tesla的投资平等 所以Tesla股价一度暴跌 那当时很多投股老师 其实现在在看好的 那时候是叫你赶快要避开 可是现龙老师 那时候是独排中益 我说当Volvo要切入到电动车 福斯也要切入到电动车 Benz BMW都要切入到电动车 那这些都要切入到电动车的时候 他们的电池哪里来 Tesla它有超级电池工厂 其他的厂商车厂没有 是不是到时候可能都要来跟Tesla 这个地方定电池 那电池材料未来才会大幅度缺货 我们反而是大幅度看好 对不对 所以在当时现龙老师也发现到 继上半年我们康普大赚五成之后 现在美其马业绩也已经开始启动 成长动囊 技术面也有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所以带着会员配 那时候44块多 45块46块都有持续买进跟加码 那等到现在涨到 昨天是133块了 对不对 已经翻了两倍上来了 好 那这时候 我说我们手中已经成本是零 持股已经是零成本 我们在昨天 这是9月5号 分析日记里头 都还在继续追踪 对不对 我说这波车用电子的收费指标股 美其马 当上个月Volvo宣布 要抢进新能源车 造成Tesla股价一度暴跌的时候 全市场很多头顾老师都是要避开 我反而在看好电池材料 未来的需求要大幅度成长 所以建立布局美其马 这就叫做眼光 这就叫做功利 对不对 然后这张股价已经涨到133块 新高 高档来回震荡 收盘又涨了3块钱 以131元做收 那我们会员是从44块布局到现在的 已经第9度的亮灯涨停之后 飙涨已经202% 目前已经将原始的资金收回来 因为我们是从44块做上来 90几块已经翻了一倍了 100万已经变200万了 对不对 是不是先出一半之后 将原始资金100万就收回来 那剩下股票是零成本了 因为我们成本都收回来 就不用在意转线的剧烈震荡 我们还在继续安心的赚下去 对不对 今天美其马 真的还在继续安心赚下去 我们为什么抱得住 因为手中持股是零成本 这就是我们做股票的方法 而且今天涨上来盘中最高来到143 你说涨12块今天是涨9%吗 我告诉你 以我们会员来讲今天不是9% 而是从44块布局 12块涨了12块之后 今天光一天就是27% 所以很多人都说 哎呀 现隆老师都做大波段 赚钱太慢了啦 你会发现到 其实真正会赚钱赚得快的 绝对不是短线杀进杀出 那在那边每天都在冲来冲去 钱都是被券商 被营业员给赚走啦 对不对 真正会赚钱的是做大波段 而因为到了后面 到了后期 你看到赚钱的速度 就会越来越快 对不对 而重点 我们是怎样找出美其马的 我还是强调 是那个方法 那个SOP 你要去看得懂 因为当你能够去 按照这个SOP 因为现隆老师用这个SOP 挑出来的股票 当然我不敢跟你保证说 每一档都可以像美其马这样 一个月翻个两 一个就涨个两倍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每一档都这么飙 可是你会发现到 当你能够像现隆老师一样 按照这套SOP这样挑下去 不敢说股票每一档 都要翻个一倍两倍 但是真的 以今年行情来看 赚个三成五成以上 轻轻松松 那包括了上半年的台咬 34块 营收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 34块买进 飙了五成 获利入带 对不对 然后看到 包括了我们的联德 86块 那时候物联网 汽车零组件 带动他的订单上来 营收创新高 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 出现 86块买进 涨到120 赚了四成多 获利入带 对不对 康普46块 电动车电池材料 带动营收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46块买进 翻了六成多 赚了五成 也是获利入带 对不对 那这上半年 这样轻轻松松 一档一档赚下去 还有什么 汉蕾 类比克 还有很多 我就不多说 那进入到下半年之后 除了我们的一个 美奇马 现在已经翻了两倍了 包括我们之前推荐 特别会员买进的 Type-C收回股 东硕 对不对 是不是也符合我所说的 营收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 那时候再多少 50块左右 开始来做布局 后来参加除息 先赚现金1.49 到现在都还在继续赚 已经涨到66.9了 点点吃三万公 里面没有天天涨停板 只有一次涨停 可是也已经三成多了 对不对 然后再来看到我们这个 这个月应该讲上个月 持续在锁定的华城 也从17块推荐买进之后 现在也到24块了 对不对 也四成的幅度了 然后上个月推荐的一个新阳科 现在也从26块 25块多 上来最高涨到32块 也快要三成的幅度了 所以你真的可以看到 真的按照这一套 SOP这样子 是很有机会 一档一档的赚下去 不敢说每一档 都要像美其马这样狂飙个两倍 那真的太难 可是稳稳的三成五成 三成五成 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那只是你不是要现在去追 这个美其马 也不是要去追新阳科 或去追华城了 因为它都已经涨上来了 对不对 我们会员都已经在低档布好局 你会看到今天的收获 我们今天能赚到美其马 我们能赚到华城 我们能赚到康普 能赚到新阳科 是来自于昨天的播种跟耕耘 而重要是明天的收获 就要靠今天的决心跟付出 所以如果说想赚到像美其马 或是华城 新阳科 东朔这样一档一档 大波段获利的投资朋友 再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八月份营收 已经正在公布 又有谁启动成长动能 大户进入或转强讯号出现 这就有机会符合我们的SOP 成为下一支的一个台药 见准或是康普或是美其马 准备发动一个大波段攻势 那机会我们已经在掌握 大盘正好拉回 我们的新黑马也都正在锁定 如果说想把我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记得现在就下定决心 休息时间来跟我们来做联络 指名加入县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基品操盘团队 一起掌握大波段获利机会 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回复家园时请穿雨鞋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这几天非常多投资朋友在打电话俊来 询问现龙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结果有一位投资朋友 他说这地方 他好可惜 为什么说好可惜 他说他当现龙老师在推荐美奇马的时候 他有这地方跟着现龙老师 就是想要说这地方赚一点钱 去搭个轿子 买了一些 也是买在这个四十几块左右 可是呢 后来看到股价涨上去了 涨到五十块多了 哇他就很开心 哇有赚到钱了 获利如带 结果呢 好不容易有一档股票这样子 狂飙上去 结果他只赚了那么一点点 就跑掉了 所以他说好可惜 好后悔 所以其实我说 很多人就只是想说 来看看现龙老师的节目 猜猜看现龙老师有在推荐什么股票 那个跟着赚一点就好 其实你会发现到 真正在股市里头要赚到大钱 很多时候 不是说你买对了股票就好 而是更重要的整个操作的逻辑 整个操作的策略你要对 否则就算买对了股票 你都只是赚个一点点就跑 好那也是枉然啊 对不对 那与其这样子 为什么不懂得加入现龙老师 我说你这样更需要现龙老师来帮助你 来带你 掌握到大波段的利润 对不对 那你会看到现龙老师做股票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真正的高手是要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 不要说强势股赚个一点点就跑 弱势股爆了一堆就舍不得出 我也跟大家再三强调 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逻辑 我们的一个策略是什么 我们的股票不会多 每一个会员朋友 就控制在五档左右的股票 每一档持股一到两成 最多就是满档100% 不会说这地方每天买三档 这个一个月买几十档给你 那重点是稳健操作第一次出手 我们先布局一层基本持股 好那这一层基本持股 等到确认涨势的时候 有拉回我们会再加码到两成持股 来乘证追击扩大战果 所以你会看到献榮老师买股票 就是这样子 一开始就先买一成了 好看对了再加码下去 不是像很多投顾老师 买股票一开始先买3% 跌了再买3% 再跌再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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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3%3%下去 到最后你会发现 真正最好的股票 通常是一开始买到3%就上去了 对不对 那个老师就可以在电视上讲翻天 可是你买能不能一点点有用吗 真正买到一堆的股票 都是跌最惨的 这样怎么可能赚得到大钱吗 对不对 这样都是赚少少的 赔就很多 那献榮老师绝对不是 一开始我们先布局一成基本持股 拉回再加码到两成 趁身追击扩大战果 那献榮老师也跟大家再三强调 我们也偶尔会有看错的时刻 看错一个原则 不要一直加码摊平 不要一直还在买 看错的股票小赔就出掉 然后看对就是要赚大大钱回来 这样才能够在股市里头 真正赚到的大钱 才会成为赢家 而且带进一定带出 绝对负责到底 这是我们的承诺 就像我们的美琪 对不对 我们44块就已经在做布局 44块持续的在做买进 45块46块都有在买 46块加码到两成 对不对 等到看对了 就是要重压下去 那到现在 当然股价已经涨翻天之后 我们也都跟大家说 因为已经真的赚了一倍 原始资金收回来 对不对 剩下股票零成本 就可以安心继续赚 所以你说现隆老师 怎么现在还抱得住 这样冲上去 又下来 冲上去又下来 因为我们的成本多少 零 所以我们当然能够 安心的继续赚 越赚越多 这样才能够帮助你成为赢家 所以如果你这一次 有跟到美琪 但是都只赚了一点点的投资 朋友 我真的建议你 与其自己做 赚不到大钱 不如加入现隆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那不止美琪 新洋科也都是这样赚上来的 也都是这样赚到一个大波段 现在还在继续赚 接下来特别再度叮咛大家 8月营收正在陆陆续续公布 最新的业绩成长股 我们随时又要再出手 其实今天又有一档股票 我们来做出手了 好 那如果说想知道的 今天Facebook粉丝专页 会给大家提示 那想第一时间掌握的 欢迎大家 现在就来加入现隆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再帮你掌握到 真正大波段获利的好机会 好好把握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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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